早晨我准备去一下政府的办公大楼 办一下边防证 为去西藏做一下准备工作 这是在家里洗的一些衣服 放在房车上 我看看拿上身份证 拿上手机就行了 公安业务综合打听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来着 匾房车就在这儿摆了你吗 去哪呢 去新疆和西藏 新疆和西藏啊 去那边干啥呢 自驾游 自驾游 把这张表填了以后 本地人嘛 本地人 姓名姓爹出生联合日 证件等于全身份证 证件号码 前往地点 具体到地区就行了 西藏是四个地区 下面的二十个县 新疆是九个地区 下面三十一个县 具体到地区就可以 证件号码身份证号一天 前往地点一天 前往时间 自驾游的话 电方认为长三个月 然后工作单位有的话就填上没有 住坚在平堂 现在的实际 去住坚地址 试游就有田旅游 然后这拿到你的侠去派出所 喝茶有违法犯罪记录 喝茶完以后带上两张一寸照片 还要两张一寸照片 还要两张一寸照片 好好好 填完表哥 我现在来到了我的户籍派出所 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进去盖个章 电动车停这儿 派出所盖了一个章 上面写的是 经查询该人在本辖区 违法犯罪记录 这样就可以了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继续办就行了 现在已经11点半了 再去早晨办的地方 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 先去接女儿 然后下午上班以后再继续办 中午在家里找了一下证件照 今天下午我就可以拿到 边房通行这儿了 大家看一下我的证件照 这是十年前照的 那时候小西装一穿 小领带一打 看起来还是很精神 对吧 好了 这会儿送完女儿 也到了上班时间 我的边房这儿终于办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边房这儿 到底是个啥 其实正规叫法 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边房 这儿的这个内容 我用身份证遮挡一下 我的这个个人信息 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还有室游 室游的话 我就填的是旅游 然后下边有身份证 号码 这边是前往地点 那么去西藏的话 它有四个地区是用边房这儿的 日喀泽地区 阿里地区 林芝地区 以及山南地区 那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比较细心 后面给我打了一个各地区 各县 然后呢 他又在 因为他这个前往地点这一栏呢 填不了这么多的字 然后他又在这个 后面这个备注的这个地方呢 给我把新疆的需要边房这儿的几个地方也都打上了 河田 喀什 阿克苏 阿勒泰地区各县 然后上面是千发地 这是有效日期 有效日期是三个月时间 最长是三个月时间 我开的是2022年5月20日到2022年8月19日为止 这就是这个边房这儿的一些 它的内容啊 这边房这儿需要和身份证同时使用啊 不能借给别人啊 然后呢 到有效期以后 需要交回到这个发证的那个柜台里边去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要交回去的 不能不能随便认 嗯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一会还要回家再把一些东西再拿到房车上整理一下啊 今天是来不及出发了 那就明天出发吧 明天出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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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